2016年3月29日是著名金句大师梅宝九82岁的生日 可是没想到两天后,他就因突发支气管痙攣 导致脑缺氧送医院抢救 4月25日上午,梅宝九在北京病逝 一代金句大师梅宝九拥有传奇而精彩的一生 表演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1934年,梅宝九出生在上海四南路的梅宅 祖籍江苏泰州 他是金句艺术大师梅拉芳的第九个孩子 也是最小的一个 身为美派艺术传人的他,十岁开始学艺 启蒙教师是王阳青之时王又青 武功教师是陶玉芝 昆曲教师是朱传明 后佑师从朱秦新学习花旦 13岁正式登台演出《玉堂春》 《四郎探母》等剧 18岁开始与祈父金句大师梅兰芳先生同台演出 深得祈父在艺术上的教会和指导 他致力于美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就美派艺术的弘扬来讲 梅宝九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甚至对当今的金句界来说也是举足轻重 之后金句大师梅宝九担任北京金句院 梅兰芳金句团团长 国家一级演员 我们熟知的作品有霸王别姬 贵妃醉酒 木贵英挂帅 洛神 西施等